继续的飞 在法界中 在天地之间翱翔飞翔 糟糕 那你看一样啊 赞叹法界的奥妙 这整个法界呢 它能够掌养这些稻米 能够掌养这些甘蔗 掌养这些竹子 哇 赞叹法界的奥妙 而整个虚空也是任我们遨游啊 所以不断的飞翔 翱翔 好 那继续的飞翔 然后就像一只 有没有 就像那个大棚展翅这样 在法界中 在虚空中 展翅飞翔这样 就像一个人那种 你真的能够跳脱出我们狭小框框的时候呢 那你会来到 翱翔仪 法界 那是一种心境 那是一种心境的叙述 我慢慢的体会到 我原来 我只是法界天地父母怀抱中的小孩 以前我看不到这些 不知道感恩 还在糟蹋这个大地 有一天 当我慢慢了解之后 原来天地父母就是默默的在养育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那些修行什么再高的人 什么成佛者 成道者 也都只是法界天地父母怀抱中的小孩 所以慢慢的了解 原来我们都是靠法界的养育 就任凭你修行境界再怎么高 你也是只是一只菜鸟 真的 你的所有这些都是要靠法界天地父母的养育 所以你真的慢慢去看的话 你会充满的感恩 然后对我们这个生病呢 你看 你会对这个生病 以前你会责备这个身体 慢慢的有一天你会来到 原来我们这个生命竟然是法界的恩赐 竟然是这么样的神奇 所以你的生命真的会整个脱胎换骨 你的生命是会来到生命的喜悦 生命是美好的 是希望无穷的 是充满活力的 面对每一个新生命的来临 我们都满怀千层喜悦 感谢上昌 这是在台大医院那边拍摄到的 你看 真的你要能够体会到 你在这个地球的诞生 那是法界非常殊胜的因缘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那你看 你慢慢的成长 把你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一方面你当下也在庄严法界 然后有因缘的时候 你又可以搅成那个甘蔗渣 甘蔗汁 很多的甘蔗汁 这甘蔗汁是真正的甘露水 回馈这个世间 那你看 把我们的一一生命发挥出来 点亮这个世间 也就是说 庄严这个法界 回馈这个世间 那你看 当你聊生时 不管我生也好 死也好 都安心自在 生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 死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你看 有没有 在天地父母法界的怀抱中 这是我们上次 我们到户外禅修的时候 拍摄到的一个死景 这是我们一个学员 这是我们一个学员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去 也是坟墓区 这是在坟墓区禅修 旁边这里有坟墓 旁边这里有坟墓 然后有一个学员躺在这里 我刚好看到很好的教材 拍下来 我们能够来到 生死都是跟法界一体 所以当你这样 满满的聊生死大事 你看 你来到 回到心灵的家乡 也就是说 你来到究竟虐盘解脱自在的话 你安心自在 而且你看 你那种微笑 有没有 处处会心的微笑 有没有 有两个眼睛 这是鼻子 这是嘴巴 有没有 你的头发是这样 风 随着风 吹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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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看 我们慢慢看到 法界的奥妙庄严之后 哇 真的 处处都展现天堂 所以 对法界 真的 你这部无知天书 你越看 会越深 越沉浮 当你越沉浮之后 哇 你真的会上香来 感恩 插上香香就要摆了 这香 和一般的香 不一样 就是一般的香 是会污染这个世间 我们这个香 我们插了这个香 它会净化世间的空气 一般的香是 越点会越短 我们这个香 是会越点越长 点这个香 点这个香 一方面除了感恩法界之外 我们还做了一些祈祷 一些祈祷 什么祈祷呢 祝你平安归 望君早归 祝各位平安归 也就是说 早日回归到涅槃界来 早日回到 我所所讲的涅槃彼岸 究竟解脱自在的世界 好 所以 那我们一起来展示 翱翔法界 OK 好 今天就到这里 下课